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30 我们今天来主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这个overleaf如何去留comments 然后去留完comments之后 reply之后应该及时发送截图去chat 我现在来对这个学生的一些comments给予一些作答 然后及时把这个截图发给到chat里面去 OK,首先这个学生问的第一个comments 他问什么是poly OK,我们可以把后面的东西叫 比如说叫做definition好了 然后我们再提个section叫notations OK,那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完了 然后我可以给这个学生说 add the definition in 我回完之后呢,我会把这个截图呢 发到这个跟学生的聊天里面去 然后这里大家看不见我发 但是我实际上已经发了 然后发完之后呢 然后我要把这句话注掉 然后我可以重新编译一下 然后我们看看后面这些学生还没有留什么口 然后我们看到了我们这地方有一些加了underbrace 在我们这个写证明的初期呢 可能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啥 所以我们可以多加一些underbrace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加一些scaler 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scaler 对,然后这个地方呢 每次写的时候最好把它的dimension写出来 这样比较清楚一些 防止你不记得 这是个real number 然后这里应该是一个向量 就是长度为m的向量 OK,然后这个ux呢 应该是个m带1的东西 OK,然后这里diagonal u 没有问题 OK,这个学生问diagonal c是啥意思 对吧,那我们来define一下 就是说 首先我们需要define一下什么叫diagonal diagonal就是说 for vector x in rn we use diagonal to denote a matrix square is entry OK,这个大概就是它的定义 然后这是diagonal 然后我们现在定义diagonal c呢 说diagonal matrix x 比如说我们就把它叫x吧 we use diagonal c to denote a vector 可能有一些byta notation 但我们前面没有想到 然后我们先这么写吧 OK,这个notation应该不是很难理解 希望大家能看懂 如果大家不懂的话 就平时去留言 OK,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已经define了 就是写那个啥的时候 尽量不要撒这种 说鞋杠你打个空床就可以了 这种鞋杠不需要写 做完一件事情呢 大家记得及时把自己的这个 号线截图呢 其实发给我就可以了 我现在把这个汉号截图 发给这个同学 然后我先把这个东西住掉 首先他这个wx呢 肯定是写错了 我没有这个wx ok,我们先把这个记录就发给他 然后我先把这个住掉 然后这个同学问的一样 就是你不需要understand y 那我没有东西 OK,我们把这个记录就发给他 好,今天这个 我把这个同学的comments都忘了 就是以后大家记住 就是每次都留完comments之后呢 就不管你的ordial 先写什么或者留什么comments 就请及时把你的这个writing呢 发给这个网络群里去 这个仅限于呢 跟那个白老师 或者苏玛老师说什么 好,谢谢大家 拜拜